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资零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 见人心今天是8月25号 礼拜二 台股今天上涨265点 收在7,675点 量人1,205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是完盘了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突然傻眼 昨天台股崩盘 那昨天睡觉前 你看到美国股市 道琼开盘跌了1000点 你看到那是打开盘跌了400点 说实在话 不骗人 那是骗 不会害怕 那是骗人的 说实在话 不会害怕 那是骗人的 收完盘了 你今天看到台股上涨265点 我不晓得你会突然傻眼 真的突然傻眼了 好 在昨天台股跌了7.5%的时候 全市场告诉你什么 好 告诉你经济恐慌即将再起 告诉你台股要下探7000点 告诉你台股下探5000点 告诉你台股什么 好 全世界的第三次经济筛退即将再起 尤其 尤其随着所谓的耐的发达 或者是所谓的Facebook的发达 好 投资朋友 昨天很老玩 我大概跟你讲我的情况 我目前的心境是如何 这两天我没有买股票 我也没有卖股票 好 这两天啊 我没有买股票 也没有卖股票 好 我这样子讲好了 你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12点 投资老师会分两种 好 一种是昨天 昨天砍在最低点 好 那今天突然光网 好 一种是这样子 一种是之前反正就是一直 一直 一直应该是说 一直摸底摸底摸底 那昨天他也摸最低点 那今天告诉你他股票 今天涨停板 一种是这样子 那 这种东西 我只能这样讲好了 因为你不是他的会员 所以你不晓得他是哪一种 投资老师应该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昨天砍在最低点 今天突然傻眼了 也不晓得要如何动作 这是一种情况 好 那昨天只会告诉你说 啊 这边很恐慌 我会员稍微停看厅了 这是一种 一种反正他就是每天买 每天买 每天买 反正怎样跌 他都可以买最低点 那今天上节目可以告诉你 他股票支持涨停板 好 这是更恶劣的一种 好 那我是哪一种 我昨天没有买 我今天也没有卖 昨天没有买 昨天也没有卖 今天没有买 今天也没有卖 好 那特别 我今天想跟你聊 一段话 一段心路 心路历程了 天下本无事 庸人治老子 真的 我想随着网记网路的发达 或者是说随着Facebook 或者Nine 的发达 我看昨天 我看昨天美国股市道琼 开盘跌了1000点 那是打开盘跌400点的时候 如果你有使用电脑 不管你今天看电视也好 看电脑也好 网记网路也好 Facebook也好 或者是Nine也好 昨天晚上9点半之后 晚上10点到12点 几乎所有的市场舆论一面倒 真的一面倒 告诉你什么 下探7000点 告诉你台股要崩盘 告诉你下探5000点 第三次经济衰退 赶快卖股票 然后全球的股灾即将再起 特别 就算你不害怕 就算你不害怕 三人称呼嘛 反正每个人都告诉你 要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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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 你都觉得 好像不崩盘 不太可能嘛 的特别 我这样讲好了 我常跟你听我节目 应该知道 我3月25号看空 从3月25号看空的时候 市场会告诉你 反正拉回 我记得我在3月25号看空的时候 我被嘎108点 市场还很多人吐我嘲骂 空头老师 空头老师 平行而言 这波跌下来 超乎我预期的超跌 我说超跌不代表止跌 但平行而言 它比我想象中跌而来的深 我会觉得人性很微妙 我常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跟概念 股市说实在话 到后来跟你的基本面无关 跟你的技术面无关了 就是你在跟你自己的战争而已 真的 你能够赞引你自己 那你就成为一代大师了 不管这个资金部位多跟少 我说实在话 你今天 你能够赞引自己的贪婪跟恐惧 那说实在话 你在股市里面你就成功了 如果你没办法赞引你的贪婪跟恐惧 那说实在话 再给你再多钱 可能你会 今年很顺 今年很顺 明年很顺 后年很顺 你可能 在股市里面无往不利三年五年十年 但是只要一次让你赔 你就把过去所赚的全部脱回去 这就是股市 我不想我跟你讲这些 这些东西对你有没有帮助 但是说实在话 希望你听得进去 不然花三十分钟听这个节目 我觉得只是为了听名牌 我觉得很可惜 真的 你要听名牌 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 十二点 很多老师都可以告诉你 昨天很好 你会感觉 昨天每个头顾老师 你会感觉 过去的这些头顾老师 面目很真理的这些头顾老师 怎么昨天好像变成张老师 真的 过去你会觉得那些面目真理 然后每天叫你买股票 好像不买股票 对不起 祖宗十八代的这些 很贪婪的头顾老师 昨天每个人好像都变成 心理辅导的张老师 每个人突然变得很河海可亲 真的 你那股票砍在最低点了 从10014的时候告诉你 上看1万1 1万2 全面买进的时候 昨天全部砍在最低点了 那每个人在节目就突然变得 好像 好像林家的 林家的 大哥哥或者林家的小朋友 或者林家的 兄弟姐妹 突然觉得 哇 只要每个人 解盘突然那么温文如雅 你会觉得 那今天呢 今天每个人又突然变得 面目真理的头顾老师 很大玩 就说 你要认清一个人 事实上 没有 不需要很麻烦 你要看清一个人 24小时 你就可以看清一个人 那可不可悲 很可悲啊 我这样讲好了 每个人都会去出卖 自己的灵魂 只是 你用什么东西去 去出卖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 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 只是你多少价钱被收买 有的人他可能 三千五千一万 他就卖他 就卖他自己 那有的人可能是 五万 十万 一百万 他就把自己的灵魂卖掉 那有的人他可能 五百万 一千万 一亿 两亿 三亿 十亿 每个人都可以卖 只是多少价钱而已 那不需要把自己 讲的那么神圣 说实在话 真的不需要把自己 讲的那么神圣 只是 你多少 多少 你就卖掉你自己 就这样子而已 就像我刚好讲的 有人三千块 五千块 一万块 他就卖了 他就卖掉自己 有人他可能 三五百万 有人三五千万 有人三五亿 有人三五十亿 三十亿 五十亿 一百亿 价码高低 而已 或者时间的早晚 程度而已 那我觉得 如果你只是 二十四小时 就卖了你自己 那也太早了一点点 就像我节目一开始 时候讲的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我李鸿巷会不会犯错 我会犯错 但是我会道歉 那你道歉 事实上 你身为一个投过老师 你要道歉 事实上 你要有很大的勇气 因为那是在推翻 你自己的看法 那我觉得 那没有什么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应该这样讲好了 在资本市场 那本来就是很正常 今天不要说你 特意去 跟主力挂钩 坑杀散户 这样就好了 那我一直常在节目 讲一句话 行情看对 请您多鼓励 行情看错 请您多包含 但是我不会 昧着我的良心 去跟你解盘 那如果今天我看错 我只能说 我林鸿巷 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 但是我不会 昧着我的专业知识 去跟你解盘 好 那投票 很好玩哦 大盘间涨265点 你怎样看 昨天市场 今天怎样解盘 已经不重要 重点在24小时之前 24小时之前 你怎样看 真的 重点在24小时之前 24小时之前 台股跌了7.5% 跌了2800点 融资断掉130亿 全市场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第三次经济衰退开始 好 告诉你 下探7000点 下探5000点 好 然后 金融风暴再起 好 全球股灾 说真的 你不会怕 很难 真的 真的 你不会怕 很难 那不晓得 你会不会在害怕的过程中 你 进退之间 失去了某些的依据 进退之间 失去了某些的准则 进退之间 失去所谓的 你应该要有的 TEMPO 昨天跟今天 我没有卖 我也没有卖 我还是依照 我应该要有的 节奏 TEMPO 去进行 同学朋友 这过程 很难熬 说实话 很难熬 那我希望你能够熬过 那我很庆幸 我说实话 我在我生命中 过程中 我很庆幸 我在我 刚踏出社会 我一直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经验 我从10393跌到4555点的时候 我就全部归零了 那我知道那个心理素质 如何去克服 就这样子 这一段过程中 2800年 你只要学到这个 就值得了 其他不重要 好不好 好 开始来解盘了 请你仔细听 请你仔细听了 昨天大盘跌7.5% 我们透过两个例子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阿比的两颗子弹 一个是 我说 你要取消平板下 放空我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缩小跌幅 不要缩小到 像之前 9859跌到3955那时候 然后变跌幅变3.5% 那时候让友达 9根跌停板 还记得 昨天我们节目教练 就只有这两个 好 那关于 禁止平板下放空 这件事情 我可以接受 因为你避险 不一定要去卷空 你可以在 台子旗摩台选择权 去做避险的动作 所以这个 并没构成所谓的 避险的困难的问题 好 那很好玩 昨天道琼 开盘跌1000多点 那今天道琼还跌500多点 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 来到平板 很多人平板下不能放空 所以今天很多人开高之后 平板上就开始空了 或者很多人就挂平板 因为平板下不能空 所以你只能反弹平板上 才能够空 所以说很多投革老师 做空的就挂平板 结果收盘 掌平板 被嘎了一根 足足4%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阿扁两颗子弹 第一根全部跌停 第二天 第二根阿扁两颗子弹 第二根跌停板打开之后 又杀一波 为什么 因为融资断头 因为保证金不足 又杀一波 那等到第二次 跌停板打开的时候 才开始往上拉 这是昨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吗 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看盘 今天开盘涨17点 今天开盘涨17点 盘中最低跌41点 盘中最低跌41点 为什么 融资断头啦 营业员券商看你钱没补进来 股票就市价就砍了 就帮你卖出去了 好 跌 今天最低跌41点 那跌完之后拉起来 就一路涨到265点 阿扁两颗子弹 观念一模一样 观念一模一样 好 那你现在问我 对大盘的看法 我这样讲好了 这边抄跌不代表止跌 好 超北也不代表止跌 那原则上 他必须涨时重支撑 跌时看压力 他必须站上今天 昨天长黑K棒的高点 昨天长黑K棒的高点 是多少 7719点 站上昨天长黑K棒的高点 那短线做止跌 那时候我就火力全开 我就揭竿起意 好 目前我建立基本持股 我的看法还是这样子 等到他突破 昨天8月24号 7719 我就全面抢反弹 好 揭竿起意 涨时重支撑 跌时看压力 什么是压力 长黑K棒的高点是压力 那投票 本波跌了2800点 哪一根K棒 最最惨烈 但是昨天 昨天1400多亿 将近快1500亿 昨天跌了7.5% 所以昨天就是长黑K棒的大量 我昨天高点7719 站上止跌 没站上 短线反弹而已 所以今天我能够把它视为 短线反弹 解盘 不会因为昨天大跌 改变我们的看法 也不会因为今天强劲反弹 而去改变我们的看法 特别 你有没有自己的操作标准呢 好 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好 应该是用今天节目主轴 把它串出来了 好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成爱啊 好 天下本无事 庸人治老之吗 好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句话 天下本无事 庸人治老之 为什么 昨天 这样子讲好了 昨天 晚上 道琼开盘跌了一千多点 那是哪 跌了四百多点 拜高科技所赐 就是说Facebook 或者Nine 所赐 昨天晚上 大概深夜 深夜很晚了 大概是 跨12点 好 跨12点 那就有人敲我 那 那就是我一个高同学 他把他所有的海外资金 全部做赎回 好 那 问我 看法如何 那我就问他说 我就说 你输回了吗 还是还没 还是准备想输回 他说 他已经输回了 我说你已经输回了 那你问我要干嘛 对 那你都已经输回了啊 那你就卖掉了啊 那你问我要干嘛 好 好 他只是说 他想听听我的看法是如何 我说 你卖错了 好 我直接告诉他 卖错了 那我问他为什么 你要把基金全部都输回 因为他看到 道琼跌1000点 那是打开盘跌400点 然后 大陆股市这样子跌 那很多人告诉他 经济 会经济 即1929年之后 又开始经济大衰退 所以他很恐慌 就把股票全部卖掉了 好 基金全部都输回了 同学朋友 我这样讲好了 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 第一个不可能经济衰退 为什么 很简单的理由 在1929年 你说1928 1929年 那时候因为没有网记网路 所以资讯不发达 资讯会不对称 好 既然资讯不发达 资讯不对称 所以很多资讯 他可能必须经过 三个月半年或一年 他才会去反映 所以才造成所谓的经济 大衰退或经济萧条 那是在1928年 1929年 投资朋友 现在全球股市 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说当天就知道了 你同步就知道了 既然同步都知道 那你利空新闻 在全球股市 本来全世界资本市场 他可能本来就瞬间做反应了 不是吗 你说以前 好 我这样讲好了 你说以前 我们举例好了 不管是南韩MERS 好了 我们讲一个很现实 不管是南韩MERS 还是任何的事情发生 你以前不知道 你可能 你可能库存 你商品的库存 或出货 速度 你都不会因地质疑 马上调整吗 现在 你说天津到爆炸 或什么南韩MERS 你几乎大家都 从时间就知道了 厂商不会马上 因地质疑马上去调准 他的库存 或者他的安全库存量 或者他的生产线吗 一定会的 那你说他需要 需要很久时间去反应吗 不会啊 所以现在全球的利空时间 不会很长 全球的利空时间 不会很长 不会像过去一个经济 利空可能要 18个月 例如说13个月 21个月 34个月 55个月 不会啊 现在利空 可能5个月 8个月 他就已经反应结束了 因为有时间跟你同步 同步进行 调义书 所以不会有1929年 经济衰退 因为目前随着 网际网路的发达 Facebook Nine 讲比较直接一点 这些垃圾资讯呢 就算你不想要 电视新闻 网路 网际新闻 都会强迫你 你吸收嘛 所以你说会有那种什么 资讯 你不了解 然后造成后来资讯引爆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全世界的 资讯发达情况 1929年 是因为你资讯不对称 资讯不发达 所以你被蒙蔽了 所以做出错误的决策 现在是资讯过于发达 你不想要的垃圾资讯 你都没办法逃 所以不可能有第三次经济衰退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至于市场告诉你 跌破10年均线之后 现在下探7000点 5000点的言论都出来了 那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就是人性 人性最 没有说 很可悲 在万点的时候 你会上看1万1 1万2 到这边 7000点 5000点 漫天寒假 什么话都有人在讲 那这个就是空楼市场 空楼市场 他的人性的恐慌 会比贪婪来得更夸张 妈妈你就会验证了 好吧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 2570 5657 两天而已 24小时 或48小时而已 投资朋友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要看清楚一个人 要了解一个人 事实上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一个投顾老师 或你信赖的分析师 或者你信赖的财经网站 24小时或48小时 就能够被 被看清底细 那我觉得还蛮可怜的 或者也蛮可悲的 就看你个人了 真的 想在资本市场赚钱了 我有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好 不是人云云云的 不是到穷点1000点 告诉你崩盘了 那今天告诉你价值型投资 很可悲 好不好 林鸿相 中阶技术分析班 从马转换 献给我们家族的所有的投资朋友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相 下面大概剩下三分钟 我们用一句话 把今天的节目做ending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老之 好不好 好 这24小时 我想大家都经历了一场震撼教育 昨天倒穷跌了 开盘跌1000点 那是打开盘跌400点 好 那市场很悲观 好 市场开始恐吓的语言告诉你说 第三次经济衰退 下探7000点 下探5000点 金融风暴危机再起 今天呢 今天大盘涨265点 市场告诉你价值型投资开始了 市场告诉你7000点这边是长线的买点 特别 我没有说这个观念不对 我也没有说这个观念对或错 我都没有去评价 我今天只是想去 让你自己去知道 24小时之前的言论 如果市场告诉你 是金融风暴再起 告诉你的是所谓的第三次经济衰退 告诉你这边要下探7000点 下探5000点 然后这边现金为王 请多观望 而24小时之后 现在市场告诉你的是 7000点这边是长线的买点 然后府院高层在这边火力全开 组成国家自救 对这边你要积极做买进 那投资朋友 我只能说 如果是这样子 你听到言论是这样子 那我只能对这样的分析师 或这样的分析言论的人员 感到很可悲 因为他自己自己在分析什么言论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代表他自己的内在稳定度 经不起 台风的台风这样一吹 人家说手铛 不怕手要做红台 就说你24小时 大概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他有脊梁重 那我这样讲好了 股市在顺境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有脊梁重 但是当一个人不顺境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他值不值得你信赖 所以其实资本市场也一样 其实人生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 看一个人不是看他顺境的时候 而是看他遇到这些恐慌性的危机的时候 他的处理能力是如何 所以我节目常讲一句话 路遥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 希望大家一起共鸣 大盘没有多危险 现在只是等待他什么时候站上压力而已 压力 什么是压力 长黑K棒的高点是压力 什么是长黑K棒的高点 昨天长黑K棒的高点 7719点是压力 站上止跌 不然这边只是跌升反弹 就这样子而已 简单明良 好不好 时间关系我们进广告 希望这个大盘2800点 给你某些收获 而这些收获 我想如人饮水 人软自知 只有你自己知道 如果你还是想那些 告诉你自知掌停板的 告诉你什么 逢低买进 弯腰剪钻石 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利空淬炼的好买点 随便你 我还是那句话 路是自己选择的 就像当初 在9700的时候 我说做多做空 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没有人逼你 你想成为大师 你想不再想自 恨恨恶恶的所谓的小散户 连红像中阶技术分析班 充满了转换献给我们的家族 所有投资朋友 希望你好好把握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